路口監視器拍下兩台機車擦撞 外送員倒在地上 肇事的騎士卻逃跑了 好多人目擊 紛紛上前關心 外送員忍痛騎車繼續追人 騎來對上 四個人要把他壓迫 壓不住人 一早有贏 人家都會對 事發在嘉義14號下午 大街上突然傳來有女性尖叫 有變態 嫌犯息凶後 騎著無牌機車逃逸 外送員看到趕緊追上去 過程中嫌犯還闖紅燈 撞倒一對老夫婦 之後還邊騎車邊抓外送員外套 害他慘摔車 外送員忍痛繼續尾隨到小巷子裡 嫌犯汽車狂跑 警方這時也終於趕到 警民合作成功逮人 甚至發現嫌犯身上藏毒品 還是通緝犯 外送員先生PO網 這超驚險過程 第一次與警方圍捕嫌犯 害我全身抖不停 網友紛紛讚嘆建議勇為 祝早日康復 還好對方沒帶槍械 並深入擴大清場 有無其他犯罪 警方逮到人後一查不得了 嫌犯當天居然是連續犯案 附近總共有三名女子遭到襲凶 還好外送員當機立斷追上去 抓到可惡的變態 也意外查獲毒品通氣犯 要讓他付出代價 記者侯國文嘉義報導 請回到